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 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纳 今天 神为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份熟天的灵量 圣经 请你 像以色列人一样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 领取新鲜的抗野玛纳 一段经文 一篇灵修小品 一篇信息 一个吐槽 每日跟你一起领取玛纳 陪伴你每日零三日 欢迎你收听《抗野玛纳》这个节目 今天的《抗野玛纳》是 耶稣为我调音续断缘 在这一集 我们先来默想以下的一段经文 诗篇66篇 以及与你分享一篇灵修的作品 诗篇66篇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歌颂他命的荣耀 用赞美的言语 将他的荣耀发明 当对神说 你的作为何等可为 因你的大能 受的要投降你 全地要敬拜你 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命 你们内看神所行的 他向世人所造之事是可谓的 他将海变成干地 终民报幸过河 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他用权能治理万民 直到永远 他的眼睛监察列邦 满意的人不可自告 万民啊 你们当清重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他使我们的生命全活 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神啊 你曾试验我们 熬练我们 和熬练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络 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坐车扎我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我要用凡制进你的电 向你还我的缘 就是在急烂时我嘴唇所发的 口中所许的 我要把肥牛作凡制 将公羊的香制 献给你 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 凡敬为神的人 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求告他 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我若心里注重罪业 主必不听 但神实在听见了 他则已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神是应当清重的 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今天金句 尤大书二十四节 叫你们无下无痴 欢欢喜喜 站在他荣耀之前 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这个节目 今天的旷野玛拿是 耶稣为我调音续断缘 和你分享一篇灵修的作品 当我还是在小时候 我心灵里面 突然间烧起了要学习音乐的热火 爸爸就送了给我一台美丽的小风琴 这件事令到我的心充满快乐 甚至使得我身上每一寸的肌肉 都感受到激动 后来慢慢的 我借着这个可爱的乐器 练得和谐的乐曲 我常常在清晨的时候 小鸟初醒 我就坐在风琴的前面 从打开的窗 听着小鸟甜蜜的歌声 和我的琴声融合在一起 合成赞美宇宙 创造者的美丽乐曲 有一天早晨 用笑力的热情 预备了第一次演奏他的曲目 突然间 琴上面的音键走音 那个不和谐的声音 就折腾着我敏感的耳朵 爸爸看见我念识 很优秀 他就说 孩子 不要伤心 我请修琴师回来 调音师用了很长时间 才把这个走音的琴剑 调到正确的音调 非常悦意 和其他的琴音和谐 这次的演奏很成功 因为琴的声音是对的 你的心灵之缘 是否走音呢? 天父会请调音师来 为你调好的 直到他发出 和别人和谐悦意的音乐的时候 你的人生演奏 才是成功的 欢迎你收听 旷野玛拿这个节目 明天我会和你分享一篇 耶稣为我调音逐段缘的文章 《孙大宗》 《月月版》播音 《方外人》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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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版》